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水随行而方圆 人随事而变通 活着是一种状态 是我们大多数人认定的一种 非常自然而无需思考的存在形式 我们经常思考活着的意义 却很少思考活着本身意味着什么 活着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活着的最大意义就是保持活着 看过一则对话 老和尚问小和尚 如果你跨前一步是灭 退后一步是亡 你怎么办 小和尚毫不犹豫地说 我往旁边去 人生的路并非只能向前或向后 当进退两难时 懂得拐个弯才是一种智慧 如果你累了 就学会拐个弯 此路不通 那就改道 一经里讲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人生在世 没有人能一直坦途 前行的路上 总少不了磕磕绊绊 甚至会出现险瘫或者断崖 如果只懂得盲目直走 不撞南墙不回头 最后往往吃力不讨好 惹得遍体鳞伤 俗话常讲 条条大路通罗马 生活的可能性永远不会只有一种 路不通了 就绕条路走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 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圆聚圆散 圆生圆灭 一切都只是因缘和和 昨天下雨 不会淋湿今天的衣服 但如果我们的心情 停留在昨天的雨中 就错过了今天的太阳 沉浸在过去的人 也会错过今天 然后今天又成为了明天 所无法挽回的过去 生命是宝贵的 不要这样浪费 塞翁诗马 胭脂非福 德语诗都是缘 也都是过程 一切都是在变化的 不要把事情看死了 我们看问题 总是只能看到一面 看到眼前 看到处处障碍 看不到前因 看不到发展 看不到方向 把现在的困难 当作永久的 执着于一定要怎么样 再裹上较劲 那怎么行呢 接纳现实 不要想 如果当初 生活中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此路不通时 就换一条路 多想光明面 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善业 不要把时间精力 用在钻牛角尖上 硬币书法家张文举 年轻时的理想 并不是成为书法家 而是作家 为了成为作家 他十年如一日 笔庚不措 坚持每天写作 没写完一篇文章 他都会细致地修改 精心地加工润色 再寄往各地的报刊杂志 但遗憾的是 尽管他很用功 可从来没有一篇文章发表 甚至连一封退稿信 都没有收到过 29岁那年 他总算收到了一封编辑来信 信里写道 看得出你是一个 很努力的青年 但遗憾地告诉你 你的知识面很狭窄 但我从你多年的来稿中发现 你的钢笔字越来越出色 一语惊醒梦中人 一直沉迷于作家梦的张文举 幡然醒悟 他毅然放弃了写作之路 转头开始练习书法 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硬笔书法家 很多时候 死胡同和柳暗花明 就在一念之间 人生只要努力了 珍惜了就问心无愧 其他的就交给命运 当你累的时候 可以对自己说声 我好累 但永远不要在心里承认说 我不行 当你觉得有事想不通时 请告诉自己 你只是走错路而已 退出来换条路就好了 生命中有很多事情 足以把你打倒 但真正打倒你的 是自己的心态 世间有千千万万种活法 适合别人的 未必会适合自己 适合自己的 别人未必会瞧得起 但无论如何 人生都是自己的 我们无需太过介意 他人的目光 要知道 事事无绝对 死胡同 还是心出路 其实都取决于 不同的思维 即使是同一件事 用不同的思维去看待 结果也会往往会不一样 提到变通 灵活 有的人会理解为 没有原则 不懂坚持 但周围的世界 往往不以自己的意志 为转移 也很难去改变 身边的人和事 若不懂得 及时调整自己 就会很容易被困住 而徒增烦恼 聪明的人懂得变通 但愚蠢的人 却只认死理 古人讲 水随行而方圆 人随事而变通 意思是 无论做任何事 不能固执死板 像一头笨驴那样活着 在传道桥头自然直之前 要主动去寻找 解决问题的办法 随事而变 才能掌握好 自己人生的主动权 如果你累了 就学会拐个弯 累了就换种活法 我们时常会在自己的 个人道路上 遇到一些压力和困难 有情绪型的 有压力型的 有社会事件的 有工作场所的 有职业发展的 有家庭因素的等等 经常让我们自己招架不住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毕竟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很多时候 问题就出在我们以现在的思维定义 未来的自己和周遭的环境 觉得自己无法面对和合理解决 所面临的和即将会面临的困难和压力 如果此时此刻 我们无法顺利解决和面对压力 那么请自己转移注意力 换个角度生活 类似于自己走的路 遇到困难 走不下去了 无路可走了 就不再坚持 重新换一条 或者开阔一条新路 毕竟 很大程度上 路的尽头 是大致相同的 套用比较文艺的话就是 走不下去了 换种活法重生 很喜欢这段话 心仪的鞋子断马了 就去旁边的店再挑一挑 买件漂亮的大衣也很好 常去吃的那家面馆停业了 就去别家吃一碗好吃的粉 想看的电影票被抢光了 就认真看书 给自己充电 生活提供的选择其实很多 开心的途径有千万种 喜欢做的事情暂时做不了 就先做其他自己想要做的 想去的诗和远方 没钱没时间 先将周围的风景阅览 买不起房 就先租间房子住着 喜欢的人不能在一起 就让他随风而去 不要让自己成为压力的俘虏 否则再小的事情 都可能成为你生命中的 最后一根稻草 压垮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 你做主 不仅在于你想做什么 你自己抉择 还在于面对困难压力时 你能选择合适的方式 面对或者转移注意力 不在一个树上吊死 路是弯弯曲曲的 但世界是圆的 再困难的路 哪怕换条路都能到达终点 只要你还在 风景依旧还在 沿途的精彩便不会错过 哪怕不一样 也会有不一样的精彩和美丽 放开一点 生命没那么沉重 也没那么多意义和价值 轻轻松松活着 等到时机来临的时候 坦然接受 安然离去 别想现在 就把未来的困难都解决掉 一方面是不太现实 另一方面 别低估未来的自己 每一阶段 有每一阶段的任务 不要轻易闯关 毕竟将来的你 一定超过现在的自己 如果面对瓶颈 别害怕 换条路走下去 人生有很多种活法 大不了换个活法 从新开始 诗和远方会有的 但关键是你也要在 否则与你无关 人生路 且行且珍惜 林语堂说 明智地放弃 胜过盲目的执着 一段路走不通 不妨拐个弯 一些事太纠结 学着去放下 一些人不真诚 那就果断离开 人的一生不长 要让自己 过得快乐一点 如果不知道 该做哪些改变 就先从睡个好觉开始 睡眠质量得到保证 生活的品质就提升了 幸福感也会随之而来 如果不知道 怎样善待自己 就先从 培养一门运动爱好开始 人生是场马拉松 唯有健康的体魄 才有尝到一个 接一个甜蜜果实的可能性 如果不知道保持什么心态 那就先从 做个乐观的人开始 凡事多看到好的一面 当你对烦恼不屑一顾 对美好满怀期待 事情总会往好的方向走 有句名言讲得挺对 人生最遗憾的 莫过于放弃了不该放弃的 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生活一世 学会洒脱一点 才能活个舒坦 活个自在 活个自己喜欢 世上最灵活 最会变通的 莫过于水 且看那涓涓的细流 无论前方有多少路障 最终也还是能汇聚成大海 到达成功的彼岸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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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